随着日皇名人将在4月30日退位 日本从4月27日起将迎来长达10天的廉价 传统上日本在每年4月底到5月初 有所谓的黄金周 由多个节日所组成 今年适逢新日皇于5月1日即位 日本参议院在去年通过法案 使得2019年的黄金周 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6日为止 共长达10天 也创下1948年日本全国家日法 颁布以来最长的连续假期 但并不是全国上下都乐见连假这么长 根据日媒调查显示 45%的日本民众对于长假感到不开心 只有35%的人对此感到开心 哪个人都会困难 职业从职业休息 逆时会变得忙 长假也让不少从事服务业的父母 一个头两个大 托儿机构放假让他们不知道 可以找谁雇小孩 不过长达10天的连假也将刺激大量的出游人潮 日本最大旅行社JTB预估 连假将创2470万旅游人次记录 根据朝日新闻2月的统计 今年日本国内旅游预约数是去年同期的2.8倍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则估计 连假期间日本国内旅行支出将达1.48兆日元 除了各景点出现满满人潮 旅游价格也可能水涨船高 如果想在这期间去日本游玩 可能要做好处处人山人海的心理准备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 加入好朋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限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